不管稻米西瓜等各种当地水果受新冠病毒的影响 买气比往年要下降许多 不理想的情形还发生在花莲南区稻农 严重大面积的稻热病以及西瓜买气减弱 更是加上因为疫情所有的推广活动都取消了 不过预新农会表示会辅导农民推出宅配 自产自销来增加销售通路 不管是稻米西瓜等等各种当地的水果 受到新冠状病毒的影响 买气比往年来看下降许多 不理想的事情还发生在花莲南区的稻农 严重大面积的稻热病 预讯农会表示目前稻米比较不被疫情所影响 担忧的是产量问题 稻米是比较特殊的 说实在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像我们农会来讲的稻米都是持续稳定的成长 所以因为这个是最基本大家需要的食用的部分 那比较严重的反而是一些比较消费性的水果 像西瓜等等的部分就真的有稻米 就比较有差 除了稻米之外 另外影响到的就是西瓜买气了 更是加上因为疫情 所有的推广活动都取消 但是预新农会表示会辅导农民推出宅配 自产自销增加销售通路 可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完全都不能出去办这样类似的活动 实体的出销活动几乎是完全都暂停 那所以我们有跟县政府争取合作 就是说今年我们大概在四月底五月初 开始我们会有一些线上的推广活动 也透过这样子希望说 能够帮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为了增加买气华林县政府 以及地方农会合作架设网站 鼓励瓜农自产滞销 补助瓜农宅配用纸箱 各农会也推出优惠活动 找鸟优惠 买瓜送鸣等等的优惠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